哇这个环卫工的老人下雨也要干活 下雨也要扫地 这边的话是陕西宝鸡市 昨天晚上就开始下雨下了一个晚上了 我去那个市区里面转一圈 这下雨天了街道上都没什么人 这边是一艘小鞋啊 一艘小鞋 哇鞋身放鞋了刚好放鞋了 哇这个水是水管里面冒出来的 是哪里冒出来的 你看一下哇啦哇啦这么大 哇这是自来水啊不是自来水啊这么脏了的水 第一下水冒出来 哇这天桥底下 哇啦哇啦这种子真的是老 这个奥远把这个水装起来 看老来那个擦擦电 有 这种鞋子 但是用来在这种盐里的浹草 也要在那个水里面冒出来 好在冰箱里面写着的水 水冷冰箱里面写着你的水 瓶子入出冷冰箱里面写着 沙瓶子入冰箱里面写着 冰箱里面写着 冰箱里面写着 那种水 可以冰箱里面冰箱里面写着 宜着吃 糊被冰箱里面写着 少少一碎 有琴 下一天老人走路的麻烦 你看底下的两个老人要扶着栏杆慢慢走 下一天那晚都不知道往哪里走 我就这个座位到处转一转 是吧很不方便的下雨你看一下 到处哗啦哗啦搞在身上都是湿的 这阶梯都是水啊 一下雨到处都是水 老人走这个阶梯的话是有点危险的 老人最怕刷倒一刷下去的话 看这么大的水 只是老人一刷下去的话 非常的危险 我想说你最子鸡的 ripping就 那一个 ay ya 现在太拖了 还 nutrient了 小生平 老人 原来 다고说除了 量 Vai 人 老人 老人 这前面好像是一个市场 估计下雨天市场也没生意 真的是一个市场 这卖什么卖酒的 米蹄米蹄是陕西的特色小吃 哇下一天还很热闹啊 这里面 今天算是椅中逛街 日菜 宋海青一块八 红萝卜一块五 大白菜两块 金椒三块豆九十块 鞋王三块 广鞋三块 南瓜两块 韭菜两块钱 豆九十块 荣葱一块三 你胡说啥的 这里也是很多卖樱桃的 这些人下雨都卖菜 这边的樱桃挺便宜的六块八块 这边的樱桃挺便宜的六块八块 非常多卖樱桃 下雨天就人少很多 萝卜一块 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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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陝西这边也很多樱桃 你看 住生意的也要扣天吃饭了 你看夏宇的来买菜的人都少了 对吧 你还去哪儿 粽子 抛来抛去的是什么 豆芽 豆芽抛来抛进来 只能把那些杂质的东西把它抛出来 哇 这水 你看一下 这能走人啊 花辣花辣花辣 搞个篮子那边脏 因为不脏 那水会设出来 设得老眼设得菜上去 夏宇天生意惨淡了 是吧 特别是小商小贩 我最怕夏宇 夏宇生意不好拿又不好卖 是吧 用那边湿热热的呢 这送煤漆灌的贸易送煤漆灌的 全身都湿漉漉的 所以说要打工不容易啊 你看他们夏宇的送货啊 我破士兵的话也是不容易啊 夏宇的破是吧 不破的话就是要亏板没钱 每天都要保持一个 不然的话因为我那 士兵的广告货其实是不多的 所以就请朋友们多多支持是吧 像他们那些浮光量很大的话 拿着三天五天才才送上一个 再从大桥的这一头穿过去 他整个桥底都是一个市场嘛 这边好像是在拆迁啊 这房子又拆掉了 那我们这次是吧 那我们这边啊 那我们这边的摇用 我们这边好像没合作 我们这边去看到 我们这边是因为 我们这边的掌握 我们这边去看 我们这边的变化 我们这边啊 我们这边的变化 一边的变化 我们这边的变化 都不错了 太湿了 地板上全部都是水 现在我的鞋子都湿掉了 所以说剖个视频不容易下一天 1米3块5 他们这边的菜都是明码标价的 童瘦无趣 辣椒2块5 哇这一栋笼子插的这样子 插了一半 鞋的插上看一下 那一半又没拆掉很危险的 你看一下在前面 就非常的危险 没拆掉了 都是还没弹好了 是吧 边弹边拆的 就是这样子 哇哇哇那小 配猪猪肉 直销自销自厂 老人家躺在这边 隧道里面一个老人家 你看一下 无家口归仔 对吧 手面就是铁路 无家口归仔就这样子半桶都睡走了 可能晚上冷了 现在白天 在那边好睡一点 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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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热 火烤 居然滑 厨房 咱们看到学都能采放了 你们看 差不多别的地方看了一下 这墙上写的是什么 乱投乱画 这边一个隧道可以穿过去 看一下 我的隧道里面这么湿 这顶重的就是铁路 这一头没什么冷 穷壁上画来都是火车 狐血号 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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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50块钱 住宿30块 洗脚30块钱 穷壁上的连环画 你看 高山低头河水浪漏 那不是大有金时期的那个口号吗 高山低头河水浪漏漏 是 扛走大炮 扛走大炮吧 看他电视 真的看到个三大正义的电视 又是桥洞里面装一下 有铁路的地方就很多桥洞 这老人家在收费品 你看 这铁路边全部都是饭店 你看 麻辣烫 扯面 砂锅 刀削面 鱼都吃 因为铁路边的话最多外地人 是吧 人家从虎子站下来的话 都要吃饭 我就是 爬到 半壳 鹿泡 老八米杏 重疗修酒 三合一 整个都是饭店的 以前在火车上吃饭的话很空的你想一想 现在应该会比较规范 以前我在广东火车在那边吃饭了 二十年前 十块钱 快餐十块 拿付钱的时候变成四十块 他说你自己没有听清楚你想一想 那一点的钱多大 这里面就是火车了 火车 这个应该是炸货的 现在炸货的要用这个箱子包住了 以前的话是开放式的 如果没钱的话就可以爬火车 比如在火车往哪里去的 你就爬上去 炸货的 你看排在机箱上在尾巴上就可以做了 你看 像这样就可以爬上去做了 我以前就爬过了 一分钱都没有 又要去下一个城市的话就可以爬上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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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